小时候有次考试 题目要求写ABCC这样的谍词 比如说天网恢恢 大名鼎鼎之类的 我抓耳捞腮也想不出来 又不能空在那里 最后乱写了两个 发卷子的时候 正好开家长会 我爸拿着我的卷子在讲台上念出了我的答案 仙人版版 天线宝宝 那天回去之后 我爸拿出了一颗药递给我 我好奇的问道 爸 我又没病 我爸深吸了一口气 等会就有病了 我定眼一看 那是颗去痛片坏了 我好想逃 却逃不掉 我爸的手指掰得咯咯作响 在我听到第九声的时候 恶硬就来了 挨打的时光总是那么漫长 好在这去痛片很有用 打完没一会儿就不痛了 不过我脑子里却在思考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爸掰手指 只响了九声 还有个小手指没发出声音 我这个人有响破症 下午我爸在椅子上打盹 我悄悄过去握住他的小手指 掰了一下 还是没想 我使出洪荒之力使劲一掰 只见我爸撕心裂肺的惨叫了一声 然后捂着手指坐在椅子上 浑身站立 呼吸急促 脑门上不停的渗汗 我不提然 他的手指骨折了 医生说一个月之内不能干活 我内心挺愧疚的 天天想着怎么让我爸快点好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既然朝一边掰骨折了 那再朝另外一边掰回去不就行了吗 这些庸医居然还说要恢复一个月 喝垃圾 还是一个下午 我悄悄走到我爸旁边 然后抓住那根小手指朝反方向使劲一掰 我爸吃痛 又是一声惨叫 嘴里不停的发出阵阵哀嚎 衣服被汗水打湿完了 我意识到自己又闯祸了 正在焦急的时候 突然想起 我爸每次打我之前给我吃的去痛片 这肯定能减轻老爸的痛苦 于是我赶紧拿出去痛片磨成粉 把它堆在了热水里面 我爸看着水杯半信半疑的喝了一口 然后问道 你放了几颗去痛片 什么几颗 我放了半瓶 我骄傲的回答 我爸听了当即就跪在地上 受伤的手撑在地面 另一只手疯狂扣喉咙 想把刚才喝的水吐出来 我还以为他喝水太快被呛住了 就想过去帮他拍拍背 结果一个没注意 又踩在了受伤的小手指上 咳得我脚疼 我妈割猪草回来 看见我爸的样子 连忙叫人把他送去了医院 然后薪酬就恨一起算 连夜去学校给我请了两个月病假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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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